反华首相遭报应 英国这次麻烦大了 苏格兰公投正在成为现实 大家好 我是小云华 欢迎来到云华观点 今天我们来聊聊苏格兰公投正在酝酿之中 背后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会造成哪些连锁反应呢 近段时间 英国首相特拉斯的一连串政治操作 让原本默默无闻的英国屡屡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不过这种关注却往往是来看英国的笑话 具体来看 只有两件事 一是英国与日本签订协议 使中国为战略性威胁对手 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让中英关系陷入到僵局 后世塔拉斯出台多条挽救经济的激进政策 结果却起到了反作用 民众抗议呼声越来越高 金融市场一片哀嚎 然而即便如此还不够 这位反华首相的真正报应 如今才刚刚到来 近日英国最高法院 就苏格兰独立新公投的问题 举行了听证会 该听证会的主要探讨内容就是 在未得到英国特拉斯政府的允许下 苏格兰公投是否合法 是否能够生效 简而言之就是 英国最高法院 如今正在商讨绕开特拉斯政府 举行苏格兰公投了 根本不把特拉斯放在眼里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此前特拉斯明确表达了 不会支持苏格兰公投的立场 而且还表达了最高法院 这一行为的不满 不倒不说刚上任不到两个月 特拉斯就和英国最高法院 干了一波 实属是精彩 不过背后反映的问题 可能更加让特拉斯头疼 第一特拉斯的政治支持率太低 自特拉斯就任英国首相以来 尽管特拉斯确实是在 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但是无论是保守党内部 还是英国民众 貌似都对他的所作所为 并不买单 如今特拉斯和英国 最高法院之间的矛盾 看似是法院就事论事 符合法理 但是何尝不是对首相的藐视 第二苏格兰公投 对英国的影响太大 当前的英国 由于受到脱欧以及女王去世的影响 英联邦组织和英联邦王国 均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裂缝 越来越多的英联邦国家 试图将国体修改成共和制 不再拥护英国国王 在这种情况下 苏格兰作为英伦三岛的重要一员 却一直喊着要独立 无疑是给英国又一计重锤 可以预见到 如果苏格兰真的公投脱离了 那么多米诺骨牌效应 就会立刻形成 像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 可能都将彻底给英国说拜拜了 毫不夸张地讲 当前英国的局面 完全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 特拉斯要想解决 这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还想腾出手来对付中国 完全就是在痴心妄想 相反中国如今不给英国找麻烦 就已经是最大的仁慈了 而即便中国不插手 英国的衰落势头 已经这么明显 国力的衰退 必然伴随诸多国家到书院 即便是这次苏格兰公投没有进行 未来也要迟早会发生 今天这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